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节目开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犯罪到底是因为生活环境导致了人去犯罪 还是说犯罪者本身就自带有犯罪的基因 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觉得我是在乱扯 犯罪基因真的存在吗 还真的存在 所谓的犯罪基因就是单案氧化酶A基因 MAOAL 而发现这个基因的人叫凯文比福 他是佛罗里达州州立大学的生物社会犯罪学专家 他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对人类基因与犯罪的影响进行研究 共比对了美国2000个青少年的基因 MAOA基因突变的青少年 参加帮派的概率是那些此基因正常人的两倍 而且那些基因变异的帮派成员使用武器的可能性更大 扯远了 我们现在回到案件本身 一个碧玉年华的少女 为何会逼着自己父亲上吊自杀 又为何会亲手解剖自己唯一的好闺蜜 难道就是自带了犯罪基因吗 2000年 一个名叫德胜蒙奈美的少女 降生在了日本佐世宝市的一个富有的家庭中 父亲是早稻田大学法学毕业的高材生 他在本地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而他的外公则是本地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所有人 他的母亲则是毕业于东京大学 是一位作家 还是佐世宝市的教育委员会成员和长崎县华滨会会长 而他的哥哥则是走着父亲的老路 也就读于早稻田大学 他的家非常大 可以说是豪宅 还养着一只狗 在外人看来 这个婴儿是幸运儿 他有着很好的家庭条件和生活环境 当然 蒙奈美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 他从小头脑聪明 学习勤奋 从小学开始 蒙奈美就是班上的第一 甚至有时候 蒙奈美缺席了一段时间后去参加考试 还是全班第一 而且喜欢学习的他 还在学习的空闲之余 专研医学 去看一些医学类的书籍 因为父亲和母亲都是滑冰爱好者 所以蒙奈美从小就开始学滑冰 滑冰技术也非常厉害 2011年 蒙奈美和哥哥父亲一起获得了 长野县速滑大赛的冠军 并获得了参加日本国民体育大会的资格 蒙奈美还担任了日本国民大会开幕式 长崎县代表队的棋手 虽然三人在第一回合就被淘汰了 不光如此 他在艺术方面也很有天赋 曾经获得过长野县知识奖 同年 蒙奈美考入重点初中 在初中也是名列前茅 2012年 蒙奈美获得了佐世宝市钢琴大赛第二名的成绩 同年他和母亲说希望去到海外留学 母亲说 费用的话不用担心 最好选个安全点的地方 2014年 蒙奈美参加美术作品展板画类 再次获得了知识奖 从这种种情况可以看出来 蒙奈美可谓是文武双全 学习强 头脑好 运动神经也很好 简直就是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但是这些都是表象 他内在的黑暗却没有被人们所看到 从小学开始 蒙奈美会突然在课堂大叫 或者突然间在课堂上哭 由于他的情感变化起伏非常大 所以班上的人都把他当成了怪人 没什么人和他进行交往 虽然同学们认为他很温柔 但是性格过于古怪 所以最终还是孤立了他 而蒙奈美对此怀恨在心 到了后面 蒙奈美经常不去上学 他说 哪怕偶尔来学校也会因为被孤立 而没有办法和别人搭上话 2010年12月上旬 在他六年级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非常恶劣的事件 他五次给两名同学的食物中混入义务 并且还问其他同学要不要一起做 不知什么原因 共有四次都是瞄准着女同学做的 按顺序分别在食物里放了 水 本 液体漂白剂 洗鞋子用的粉末洗涤剂 第五次则是对男同学的 在他的食物中放了洗衣粉 在和两个孩子的父母道歉和解之后 学校给这个班配了一个生活指导员 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并对蒙奈美和其父母 进行了高达15次的劝告和教育指导 由此可见 蒙奈美虽然学习好 但是他却没有把学到的东西 用到正确的地方 还记得前文提到的 蒙奈美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医学吗 其实他学医学是为了去解剖猫 他还多次把解剖过的野猫尸体放在路上 这些事情在同班已经传开了 甚至还有人报警 但是警察只是做记录 并让校方却对蒙奈美进行开导教育 自己却没有任何行动 2011年 蒙奈美入读初中 这种症状不但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蒙奈美经常给其他同学的饭菜混入义务 老师对此也很头疼 而且蒙奈美在初中时期多次虐杀猫 之后将它们进行解剖 后来慢慢的不单是猫 其他小动物也被它杀死解剖 据它后来供述说 它从初中时代就有强烈的杀人欲望 这种欲望越来越没有办法忍受住了 前文提到 在2012年的时候 母亲答应了蒙奈美出国留学的要求 但是母亲却在2013年10月的时候 因一线癌去世了 所以蒙奈美的出国计划也暂时落空了 2013年年末的时候 父亲开始频繁的和一位女子吃饭逛街 甚至有些时候整晚不回家 据说这名女性是2013年年初通过相亲认识的30多岁的东京女性 后来为了蒙奈美的父亲而搬到了佐世宝生活 请注意 蒙奈美的母亲是2013年10月去世 可查到的资料却说 这个女子是其父亲在2013年年初相亲认识的 这里有两种可能 一是翻译有误 很有可能她父亲是出轨的 翻译成了相亲 二 翻译没错 很可能是蒙奈美的母亲 知道自己病重不久于人世 但却不想让老公和孩子们无依无靠 所以让丈夫出去相亲 毕竟这种事也不是没发生过 这么一来 相亲一词倒也没错 但毕竟这两种都是猜测 永远也不知道确切结果 所以大家可能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同 但没必要深究 2014年1月 父亲把那名女性带回了家 介绍给了蒙奈美认识 并和蒙奈美说 我准备再婚和她一起 对此蒙奈美极其反对 妈妈去世后 爸爸你就马上带了其他人来 你已经把妈妈忘记了吗 2014年1月28日到2月1日期间 她们原本是打算再次参加日本国民体育大会的 但当时妇女之间在会场再次爆发了矛盾 使得原本破裂的关系再次降到了冰点 以至于最后两人直接起权放弃比赛 2014年3月 在初中毕业典礼上 蒙奈美很开心的和同学们说 我不会上高中的 因为我要去澳大利亚留学 然而正当蒙奈美开心的认为 父亲会给自己兑现母亲承诺的时候 命运再次跟她开了个玩笑 同月 父亲再次和蒙奈美说要和继母再婚 因为继母已经怀孕了 她没有办法不结婚 这一系列事情办下来需要花费不少的金钱 同时她希望蒙奈美可以接受继母 于是便反对蒙奈美出国留学 要求她去本地的重点高中上学 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蒙奈美 从小教育自己要做个好孩子的父亲 居然在母亲去世不到五个月就要再婚 继母还怀孕了 简直是亵渎了母亲的灵魂 而且说好的送我出国读书的 现在居然出尔反尔不让我出国 于是 从那天开始 蒙奈美就对父亲抱有极大的怨恨 和杀意 在父亲晚上睡觉没有防备的时候 他突然的拿起了根棒球棒 狠狠的打父亲的头部 父亲因头盖骨骨折陷落重伤 需要紧急入院治疗 这里请注意 如果不是毫不犹豫并带有杀意 多次重击头部的话 是不会导致头骨骨折陷落的 所以由此可见 蒙奈美的行为并不是冲动杀人 而是有预谋的等父亲睡着了 没有防备的时候 用盾气去打父亲的头部 虽然这个案子被定义为杀人未遂 是重大刑事案件 但因为是妇女关系 父亲终究是不想起诉自己的女儿 于是就动用了关系 把这个事情压了下去 既没有起诉也没有公开 而是当做警方的秘密资料存放着 在发生殴打事件的六天之后 班主任找到了蒙奈美 就此事进行会谈 她说 因为想杀人 所以才去打爸爸的 不一定是要选我爸爸 你也可以 班主任一听 这还了得 于是立马向校长进行了报告 但是校长也没当回事 认为小孩子嘛 只是叛逆期说说狠话而已 不会发生什么大事情的 于是就没有向先教委报告 但在那之后 蒙奈美就经常恐吓自己的父亲 最后父亲实在受不了了 就把她寄养在了祖父母家中 2014年4月 蒙奈美开始自己搬出来住 而父亲也给了她100万日元 作为生活费 从搬到新房子一个人开始住 到9月 蒙奈美整整逃课了一学期 上学的天数仅仅只有三天 其他时间 蒙奈美几乎都待在家中 或是漫无目的的外出 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 2014年7月23日 蒙奈美在和祭母的谈话中说到 她很享受杀掉猫时候的感觉 也很想杀人看看 因为这次谈话 蒙奈美的父亲终于忍无可忍了 于是父亲与祭母两人 于25日这天就把蒙奈美送到了医院 并且对医生说 自己女儿的病情非常严重 但是此时医院却说 入院需要安排各种事情 办理各种手续 另外医院方还给出了一个建议 说先不要报警 先去儿童咨询所看看 蒙奈美的父亲回到家后 立马给儿童咨询所打了电话 但是负责人却说 今天下班了 你周一再打来吧 然而这些人不知道的是 第二天便有一名无辜少女 因此丧命 松伟爱河是蒙奈美唯一的一个好朋友 两个人在7月26日早上 到佐世宝内的繁华街 高高兴兴的逛完街买完东西后 就回到了蒙奈美的公寓中 晚上8点至10点期间 蒙奈美用工具 对松伟爱河的后脑勺多次进行击挡 然后用牵狗绳狠狠的勒住爱河的脖子 用力把他给勒死 之后蒙奈美很冷静的 把爱河的头和左手砍了下来 然后用刀子剖开尸体 把里面的内脏什么的全掏出来 韩丧心病狂的把解剖后的照片 拍了几张发到了网上 在把爱河身体解剖完之后 蒙奈美去洗了个澡 换了衣服 并且把犯罪现场进行了简单的打扫 似乎是打算销毁证据 韩把自己的手机扔在了五楼 企图不被警方发现 而另一边 由于爱河一直都没有回家 家人也一直联系不上他 于是便报了警 请求警察去寻找爱河 作为和爱河最后一个接触的人 警方很快就查到了蒙奈美的头上 27日天还没亮 警方就去到了蒙奈美的公寓 而蒙奈美在警察对于爱河的例行盘问时 竟然全都说不知道 察觉到不对劲的警察立刻冲入室内 在蒙奈美的床上找到了朝上的爱河残区 和一把长长的锯子 又在床底发现了一把尸锤 并在其他房间中找到了爱河的头 以及被切断的左手 对于扑尸 蒙奈美的解释是 我只是想看看人体里面有什么而已 我只是单纯的想杀人 然后扑尸看看而已 而关于两人之间具体的过节 蒙奈美却什么都没说 在后面的调查中 蒙奈美说 是我用锤子殴打他并用绳子把他勒死的 全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至于为什么杀他 是因为他运气不好 其实我杀谁都可以 在审讯中 蒙奈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对自己杀了唯一一个好朋友这件事 一点后悔的心情都没有 甚至没有一丝反省的样子 相反 他说的很平淡 貌似这只是一件跟吃饭喝水一样 普通的事情 7月28日 正是儿童咨询所上班的日子 可惜他再也没有机会去了 警方正式逮捕了得胜蒙奈美 而这一天 刚好也是蒙奈美16岁的生日 长期地方检察厅 对其精神状况进行了检测 并于8月8日 在佐世保检疫裁判所内 进行了精神鉴定判决和报道 医务人员认定 蒙奈美具有负刑事责任的能力 因此长期地方检察厅 希望蒙奈美以与童年人相同的标准 作为刑法等同案件 进行刑事审判 然而案发时 蒙奈美只有15岁 未到原则上 可以被定罪的年龄 所以长期家庭法院 决定将他送到 三等少年培训学校 这个三等少年培训学校 有点像咱们这儿的 少管所加精神病院 收容一些12岁到26岁 身心残障的人 而长期家庭法院的这一判决 引起了长期地方检察厅的不满 他们认为 蒙奈美再犯的可能非常大 这么判的风险太高了 然而不满归不满 法院的判决并没有改变 2015年7月 蒙奈美被正式送到了 三等少年培训学校 因为未成年保护法 所以具体被送到了 哪个学校是保密的 不过在日本被归类为 第三类少年培训学校的 只有东京府中市的 关东青少年医学培训学校 和京都府宇治市的 京都医学青少年培训学校 所以就这两者之一 据悉 蒙奈美现在的精神鉴定结果是 对那时候自己的所作所为 有反省和悔意 但不足以回归社会 仍需要继续教育纠正 所以在2021年9月15日 长期县地方法院 宣判延长蒙奈美 三年受教育的时间 算算日子 现在蒙奈美23岁 前文提到 三等少年培训学校 只收纳12到26岁的人 所以蒙奈美很有可能会在 2024年重返社会或者进监狱 这取决于到时候对他的精神检测结果 在蒙奈美被捕后 他的父亲面对媒体时 表现出了一脸无奈和歉意 我不是故意不带他去医院的 我们去了很多医院都没办法 我感到十分抱歉 我的孩子犯了错 就该受到惩罚 而这些事件还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这起未成年杀人 POSE案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各大媒体都在争相报道这件事 由于是未成年 所以媒体对名字加以更改 并且是不会放被害人和凶手的照片 来进行报道的 可是时代变了 在网络的世界里可没人管那么多 逐渐的网上开始爆出各种消息 受害者的照片 以及凶手的照片 名字等信息都被报道了出来 随后没多久 蒙奈美的哥哥因为这件事 被早稻田大学开除 从此下落不明 事后有朋友说 他哥哥一直想成为一名律师 却再也没有了机会 而他的父亲 则每天都被各种电话骚扰 工作也没办法完成 最后迫于压力 在2014年10月 在家中上吊自杀 然而对这一举动 日本有些网友却讽刺为 是在逃避责任 当警方在处理 蒙奈美父亲尸体的时候 还把蒙奈美带到现场 希望可以看到蒙奈美 有什么不一样的反应 然而蒙奈美很冷漠的 看着他父亲的尸体 什么话都没说 就只是静静的看着 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一样 至此 本案结束 这个案件本身一点都不复杂 相反十分简单 并没有以往一些案件 那么难那么绕 但是回想一下 以往讲过的一些案件中 凶手大多是自己家里穷 或者有一些很悲惨的人生经历 再或者家庭中父母不和等等问题 而蒙奈美出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庭中 父母也是学识很高的人 抛开母亲事实后父亲续贤的问题 因为在其母亲去世前 他就已经开始虐杀小动物 以及往同班同学的饭菜中混入义务 在这个案子当中 似乎他的犯罪是天生的 天生怪异 天生想杀人 特别是他和班主任所说的话 我并不是故意要杀某个人 谁都可以 我只是单纯的想杀人而已 你也可以 以及跟警方说的 我只有杀人才会开心 仿佛天生的冷血一般 本来宋伟爱河和得胜蒙奈美 是很好的朋友关系 两人也没有什么过节 但是蒙奈美却可以毫不犹豫的 把他杀掉并分尸剖尸 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来自于他的欲望和冲动 如果没有这种冲动 或许他会有个更好的未来 一个充满光明的未来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我们下期见